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论 最近在中东地区有一支武装力量 让阿拉伯兄弟们眼前一亮 那就是人称脱鞋军的野门胡塞武装 新闻发言人上一分钟还在台上慷慨激昂 下一分钟就踩着人子托 跨上小摩托扬长长而去 这支地方武装之所以能够赢得阿拉伯兄弟们的心 不光是发言人节地气 主要还是因为和富得流油的中东王爷们相比 胡塞武装有事那是真帮忙啊 人家不光嘴炮打得响 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练得也是出神入化 12月16日胡塞武装创下了首个 用反舰弹道导弹打货轮的历史记录 一艘悬挂着利比利亚国旗的商船 地中海供电号被重创 可能有小伙伴在第一时间都有一点不太敢相信 说实话我也不太敢相信 这招从天而降的长法门槛已经这么低了吗 连拖鞋军都能使出这招了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胡塞武装真的有能力用反舰弹道导弹 击中移动中的货船吗 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美军卡尼号驱逐舰回忆 当时很快啊 霍轮根本没有机会闪 就被这招从天而降的长法给击中了 从卡尼号雷达捕捉到的导弹飞行轨迹来判断 这的确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弹道导弹 那么问题就来了 脱协军是如何获得这种导弹的呢 众所周知 抗美援朝之后 兔子的火力不足恐惧症就发展到了晚期 两一战争爆发之后 兔子看到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在天上飞来飞去 吓得差点一口气没倒上来 于是呢 就赶紧给自己做了一套心肺复苏 上马了一些促进世界和平的军事现代化项目 其中一项就是8610工程 成果之一就是我们用红旗二D对空导弹 改了个进程的弹道导弹 B610和B611弹道导弹 这款产品当时就被伊朗给看中了 弄回家之后 伊朗又搞出了自己的征服者110弹道导弹 之后伊朗在这款导弹的基础之上 又开发出了波斯湾二型反舰弹道导弹 然后这款导弹又在好心人的帮助之下 交到了野门胡塞武装的手中 所以简化一下这段话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这款导弹就是被漂亮国给吓出来的 其实不光是导弹 就连野门胡塞武装之所以能够做大 也离不开国际大善人漂亮国的帮助 漂亮国在勾着阿拉伯集体发了春之后 胡塞武装才有了机会迅速壮大 并于2015年1月 把漂亮国和沙特扶植的野门政府给打出了首都 当时沙特为了在政治与军事上 彻底排除伊朗对该地区的影响力 于是在漂亮国的支持之下 沙特就伙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组成联军 对胡塞武装展开了为期长达八年七个月零四周 并且依旧在持续的军事打击 但是这关系是越打越暧昧 战争是越打越魔幻 首先就是2021年1月 人民的好同志川宝在即将卸任之际 把胡塞武装列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名单 但是拜登登上台之后 又立即将野门胡塞武装从这个名单里给移除了 拜登登这么干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是为了敲打沙特这个他口中的建民国家 另一个呢就是为了缓和与伊朗之间的关系 重启伊朗核协议 拜登登不光是将胡塞武装从恐怖组织名单中给移除了 还撤走了大量对沙特的军事援助 漂亮国和沙特的关系 从拜登登入主白宫之后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转之下 紧接着漂亮国为了废掉欧元 这个唯一能够威胁到美元霸权的货币 而挑起了俄乌战争 但万万没有想到 俄罗斯顺势打响了全球反新殖民主义的第一枪 沙特等产油国也在欧佩克家组织的框架之下 为这场战争出了不少的力 然后2023年3月10日 在中国的斡旋之下 沙特伊朗达成了历史性和解 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敌对状态 和几十年以来的政治对立 拜登登本想利用野门内战 还有叙利亚内战 拿捏一下沙特等国家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这俩仇敌居然滚进了一个被窝 One night in Beijing 他们留下许多情 今天沙特真正的掌门人小萨勒曼 虽然年轻 但正值手腕老道 而且非常的务实 沙特想要完成工业化 想要在未来那个化石能源 逐渐降低影响力的世界里 占据一席之地 和平的外部环境至关重要 沙特与以色列的和解 本来是一件对沙特 还有对漂亮过来说 都非常好的事情 尤其是拜登登 还能顺便拿这事 在选举的时候吹吹牛逼 但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哈马斯对以色列 居然就发动了突袭 新一轮巴尔战争爆发 我看到有不少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网友 说巴勒斯坦必胜 但遗憾的是 这就跟许多同情乌克兰的网友 喊乌克兰必胜一样 只是一份美好的祝愿 这就是一场 以色列有铁穷 而巴勒斯坦人只有铁头的战争 会有很多无辜的人失去生命 有一些巴勒斯坦人 其实就是要当着全世界人的面 死给你看 就算死 也要见敌人一脸血 很悲壮 但也很无奈 现在一场教科书式的种族灭绝行动 正在加沙上演 沙特在这个时候 再想和以色列和解 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小萨勒曼也没有那个胆量 因为阿拉伯发春好可怕的 而且按照漂亮国的叙事逻辑 在阿拉伯之春中 最应该被推翻的 其实就是沙特的王族 民意不可为 众怒也难犯 再加上漂亮国在第一时间 注意为虐的行为 已经极大激起了阿拉伯国家 对漂亮国的愤怒 在这种情况之下 胡塞武装已经成了 抗击外族入侵的英雄 你沙特还怎么好意思 跟人家动手啊 再加上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和解 现在对小萨勒曼来说 最安全的办法 就是坚定地 与自己的阿拉伯兄弟们 站在一起 虽然可能不情愿 但又无可奈何 我都不得不佩服 漂亮国今天的这帮政客 一个总统负责得罪 什叶派穆斯林四年 下一个总统负责得罪 逊尼派穆斯林四年 然后漂亮国这帮政客的青爹 又负责得罪全人类 真的干得太漂亮了 现在漂亮国和欧洲国家 最怕的事情就是战争外溢 但俗话说 怕什么往往就会来什么 怎么解决才是真正的考验 根据外媒最新的报道 就在本周二 全球第二大集装箱航运船队 也改刀了 运营船队的马世纪公司宣布 船队为了避开鸿海 只能是绕行非洲的好望角 现在全球最大的四家海运公司 已经全部暂停了途经 苏伊士运和鸿海 曼德海峡的亚欧航线业务 这事有多严重呢 首先就是这四家公司 所承接的货运量 占到了全球海运量 比重的50%以上 而且现在还不断有新的公司宣布 停掉这条航线上的业务 这条航线如果完全关闭 那就意味着全球每天的贸易损失 将超过100亿美元 如果货船全部都绕行好望角 那么航程将增加超过3500海里 航行时间将拉长至少7至15天 除了运输成本上升外 时间成本也大幅上升 而且您各位想啊 船就这么多 现在跑一趟活的时间变长了 那么运力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嘛 由此可见 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也难免会上涨 封锁海峡这事呢 我们听伊朗已经嚷嚷好多年了 但他们好像也仅仅只是说说而已 如果伊朗当时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那当时的漂亮军 估计就敢直接打进伊朗 但是这一次伊朗的小兄弟们 居然真的就这么做了 而更离奇的是 漂亮军这次的脾气出奇的好 表现得非常克制 而且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要直接进入 也门队胡塞武装动手的打算 他们只是组了个护航者联盟 要为经过红海的货轮护航 至于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不是很懂 所以也不敢瞎说 反正我看到的情况是呢 越来越多的货轮 都已经转绕好望角了 所以我盲猜 这护航的效果应该是燃并卵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我猜理由可能有两个 一是来再多的船 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用 首先就是用一发 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导弹 去拦截胡塞武装 几万美元的无人机 甚至是短程导弹 这买卖得赔死啊 而且曼德海峡最窄的地方 就30公里 别说什么无人机和导弹了 大口径火炮封锁海峡 都绰绰有余 如果再加上各种水雷 护航的效果恐怕难以得到保障 而且就这么窄的海峡 你觉得你能在这么窄的地方 安全的摆下多少艘军舰呢 这第二点 就是现在的漂亮国 真的非常不想去招惹胡塞武装 因为它面临的困难和以色列一样 胡塞武装它不是个国家集团 它只是个地方武装组织 你跟它开战 就等同于是开启了另一场反恐战争 事实已经证明在别人的家里打反恐战争 除了把敌人越打越多之外 没有任何效果 而且漂亮国把乌克兰忽悠着上了战场 让俄罗斯陷入了代理人战争 现在人家反手就把另一场代理人的代理人战争 送到了你的床边 你说这炮你是约还是不约呢 所以现在强大的美军即便是已经在中东 为以色列展开了护议 但战争的影响终究还是策露了 由于拜登都没有在第一时间摁住以色列的BB 漂亮国已经错失了及时止血降损的机会 这一轮巴以战争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 以色列军队肯定能够取胜 但战争并不会因为以军的胜利而结束 战后治理难民安置等问题远远比战争本身要困难得多 另一边 在俄乌战场上 乌军的春季攻势早已化作一江春水 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但眼看着漂亮国在中东陷入两难 俄罗斯的冬季攻势倒是已经溅在弦上 僵持许久的俄乌战线又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乌军怕是真的要撑不住了 今天我看小泽扬言明年要再招好像五十万还是几十万的新的兵员 这话我估计连他自己都不信 现在乌军的困境不是没人也不是没钱 而是既没钱也没人 就在本周二 漂亮国参议院领导人证实 原本承诺要援助乌克兰的数十亿美元战争经费 这项协议已经彻底告吹了 至少在今年彻底告吹了 因为议员老爷们直接开始了假期模式 有什么事等明年一月份回来上班了再说 但是看这个价格吧 估计明年一月份上班了 这钱小泽也要不到 原本那个要坚定和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拜登登 已经警告小泽说 漂亮国可能会没有钱继续帮助基辅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本周二表示 现有拨款授权将允许五角大楼 今年再向基辅继续提供一笔援助 但这将是今年的最后一笔 难怪这两天普京神清气爽啊 仗打到了这一步 漂亮国已经成功摧毁了俄欧经济同盟 这其实也就变相废掉了全球唯一一个 能够挑战美元的货币欧元 俄罗斯也因为这场战争 承受了西方国家大量的经济制裁 以及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代价 现在欧洲和俄罗斯都彼此进入到了一个 更加局促的战略环境之中 最近我们看到俄罗斯首先发难 扬言要攻击任何保有乌克兰武器的国家 这明显是看到漂亮国麻烦了 这个毛子马上就觉得自己又行了 管你是北约国家还是欧盟国家 耶稣来都留不住你 普京说的 然后北约就赶紧掉了30万人部署在了俄罗斯周边 第一梯队10万人主要部署在波罗的海三小只的家里 剩下的20万人主要部署在德国等国家 虽然现在两边的调门好像都变高了 但我反而觉得这是欧洲国家在为抛弃乌克兰做准备 大家已经在为下一阶段的游戏制定规则和底线了 最可怜的还是乌克兰人民啊 小泽虽然获得了2023年度世界梦想家的称号 但遗憾的是过不了几天就2024年了 梦该醒了 俄乌战场上这些最新的变化 其实就是巴以战争侧漏造成的 而且巴以战争的影响还漏到了漂亮国自己的头上 川普因参与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活动 而被取消了科罗拉多州共和党总统初选资格 这个国家的热门总统候选人 被一个州法院剥夺了参加初选的资格 这种事情在漂亮国的历史上闻所未闻 虽然川普和共和党的川普支持者都已经把这一项法律裁决 视为了他们与民主党之间的党派斗争的一个结果 但至少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民主党刻意在操作这一项法律裁决的证据 我也不认为民主党的高层会天真的以为这种裁决能够阻止川普参选 但这事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绝大多数川粉都认为就是民主党还有那些讨厌的白左 在故意阻止他们的男神再次当选 拜登登最近的民调急转直下 很大程度上就源自俄乌还有巴以这两场战争的决策失误 科罗拉多州在这个时候搞出这种裁决 在我看来其实更像是在为川普助选 因为这两场战争漂亮国内部的党派之争也在变得越来越极端 而最惨的是 我现在完全看不到拜登登在这两场战争中 他体面的退路究竟在哪里 这两场战争完全就是两个无解的死结啊 行了今天全聊这么多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错误的话呢 麻烦您各位一定要帮我点个赞留言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您各位的支持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